佛教的见地与修道 作者 忠杀音节 仁波切 译者 马军美 杨奕祖 陈冠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26日 本书简介 佛教的见地与修道 是深入浅出 精简而全面的佛教通论 对佛教的义理 历史和各种传承 有一个精确的重观 本书有助读者提升对生命的信心 也是一部用来引证修行的可靠之书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 正确的见地 包含第一至第十章 下篇 修道 包含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 作者简介 忠杀掌阳音节 仁波切 不论在佛教徒 还是在非佛教徒的眼中 都是一个响亮的名 也只是正见的作者 他秉承壮传佛教最优良的传统和教育 享誉世界 是当今供应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 他兼上司和导演于一身 曾任贝纳尔多 贝托老奇电影 小活佛 《Little Buddha》的顾问 并编写和执导过佛教主题电影 《旅行者与魔法师》 深受现代东西方佛教弟子尊崇和喜爱 他的文字看似简单 却包含深入浅出的层层奥义 下不如行云流水 灰鞋幽默又自治朱祭 在轻快的字句后面 充满了引渡无名众生 夺来轮回的佛菩萨大悲大怨 当你如同往常地冒出某些想法的时候 你是否知道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或者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不是另外一种想法呢 你知道自己的观点以及这种观点是怎么产生的吗 最重要的是 你能够确定这些确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观点吗 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 因为你的观点决定了你如何看待事物 而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正是你所有概念、感觉和行动的基础 由于你的生命完全是由自己的概念 思考、感受、行动所造成 所以任何决定你的观点和看法的事物 对于你的生命也都一定有极大的控制 你是用不偏颇的眼光 纯正地观看事物的本来面目呢 还是受了老师、朋友、敌人、书籍、报纸、广告、电视、音乐、宗教、文化等无数的影响 而戴上了有色的眼镜来看待生命吗 可能你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操纵的人 也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受外力左右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我们可能一直都受着影响却毫不知情 通常当我们被影响的时候 自己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们想象自己是与所生活的环境互相分离 所以各种影响力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撩了入来 你的心一直毫无选择地吸收各种影响力 在你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这些内在化的影响力成为了你的想法、感觉和信仰 它们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塑造了你对于自己和真理的看法 你甚至认不出它们是外力所造成 反而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 完全地忠于自己 想一想 为什么你喜欢某些人而不喜欢其他人 你的政治见解从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会被某种男子或者女子所吸引 你怎么样取捨属是属非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必须拥有某种汽车 或者住在某个地方才行 你对于成功、失败的看法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对自己完全诚实 就会知道几乎没有一种你的想法和感受 是真正是你自己的 它们大部分都是你那些无法控制的影响力的结果 就算我们接受你完全不受外物的影响 但是你仍然从自我的观点来判断 观察和体验世界 你可能会想 那有什么不对 自我难道不是我自己吗 也就是那个会哀伤、高兴、骄傲、沮丧、振奋、进步、喪气、伤心、被人赞美的自己吗 自我永远都是跟自己在一起 自我就是我 很明显 它并不是由学校、父母、社会或者其他外在的地方而来的 从自我的观点而来的体验 是我唯一的体验 因此它一定是真实的 怎么会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先暂时不要理自我是不是你所受影响的总和 或者你应该考虑 从自我观点所体验到的生命 究竟有多真实 有什么价值 自我永远觉得它的判断、观察和体验都很重要 因此对每件事都小提大做 无法放松地因事情自然发展 而只有当自我经历了很多困难之后 才不会再小提大做 例如自我可能决定 如果她表现得很冷静、不生气 其他人就会很佩服她 为了这样 她可能去寻找一些状况 令别人要求她帮忙、打扰她、侵犯她的领域 这些都是她认为很严重的事 目的就是要令自我有机会说 没有问题 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除非有一件大事 无法令到她假装成小事 她才不会这么说 这种情形并非是道德 或者在伦理上的对错与好坏 经过仔细观察 我们就会发现 大部分的问题都起自于 从自我的观点来看待每一件事 再将这些根本没有实质的事物 小提大做所造成 自我的基本性质就是 对于她自己有一种坚固和持续的感觉 还加上了一种持续的不安全感 对于不安全感的立即反应 就是期待和恐惧 而自我的期待和恐惧 是没有窮尽 难以满足 困滑的 有系统 敏乱的 有次序的 逻辑的 疯狂的 是一大群不合理之中理性的 还有是狡猾的 感性的 以及 鬼鬼祖祖 自我几乎能够将任何事物都转为己用 并用一切方法为自己辩护 甚至应该摧毁自我的老师和教法都被利用了 自我被自己满足了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进入去 虽然自我偽装开放的态度 但真正开放根本不可能 充其量 他只能够偽装 模仿 代表 令到其他人相信 以及减少个人色彩 自我能够天花乱聚地说无我 利用无我作为自己的装饰 自我缭曲了一切事物 他因为谦逼的表现而生起骄傲 为了感觉优越而表现慈悲 教授佛法是为了感到学富五居 假装慷慨的目的是为了跨要财富 自我亦都可能是一位偽装大师 例如 当面临严重威胁时 为了保护自己 自我便会很有技巧地穿着敌人的制服 或者出家 或者闭长关 而他会利用闭关这段期间 去拿自己的伤口 出惯之后变得更强壮 更狡猾 从自我的观点来看 成功或者失败 完全决定于 他是否能够用自己的观点 来解释某件事 佛陀所说的成佛 对自我来说 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 因此 我们宣称要追求的成佛 根本不是真的成佛 而是自我的成就 从自我的观点来看 这个是一种更微妙 更惑伪的成功 这一切是否代表了 整个情况已经无可救药呢 不是这样的 这个只是表示 因为愚昧 你错误地相信自我就是你 而你就是自我 那个你认为是自己的事 并不是你 只是一种幻想 由于迷惑 最初你误认它是你自己 然后又浪费一生来满足它 令它快乐 这样的祈祷 才是唯一没有希望 这个就好像 随便你知道自己在做梦 否则无法逃出梦的陷阱一样 要让自己解脱 你必须明白自己的错误 然后从其中醒悟过来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也都是这么复杂 感谢观看